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3日星期天 最近外界注意到一件事情 说北京冬奥会举行之后 在2月4日 5日形成一个习近平和七常委和领导人活动的高峰 之后就忽然发现这些领导人不见了 七常委没有进一步的活动 现在已经13日 过去一个星期没有有关七常委活动的报道 只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有一个活动 王岐山在2月11日出席了一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的峰会 叫一个海洋国际峰会 据内部的情况 了解这个峰会所原定的是习近平要出席 因为习近平是国家主席 号称国家元首 在各国的元首对话会议上 他一般要出席 以彰显他是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元首 另一方面 习近平的虚荣性很强 喜欢出风头 像这样的机会一定不会错过 尽管是四平峰会 再一个 他也怕其他人抢他的风头 所以只要是属于元首级别的 他一定抢在自己手上 不让别人出席 所以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王岐山出席 有关的解释是王岐山代为出席 王岐山出席 并且在致辞中当然都是一些大话 都是中共方面的一些面子上的话 什么是生态文明 什么是绿色海洋等等 其中提了一句习近平 说习近平主席倡导 什么在海洋方面建设人类共同体 似乎人类共同体是一个到处可以套的框子 在海洋上也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当然就不说中共是破坏海洋最大的 甚至庞大的不渔船都到了非洲西海岸 把当地的珍贵的余力都布着一空 留下了贫穷和海洋资源的掏空 为了满足中共的需求 王岐山是国家副主席 他带习近平出席这个峰会 本来在职论上也有合法性 另外他不是政治局常委 是被打了引号的 叫做第八常委 就是排在七常委之后的领导人 在党媒党报上 有关习近平的报道突然减少 大幅度的减少 的确形成了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就是跟前段时间的罢评形成对照 因为在2月4日 2月5日 北京通话会开幕的时候 不仅涉及开幕式 还涉及了国宴 还涉及了习近平分批分别的会见 各国来的政要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还有人民日报 新华社都呈现了霸评的现象 头十几条消息都是有关习近平 现在突然在过去一个星期 习近平的消息大幅度减少 似乎让人感觉到不同寻常 似乎在幕后有些什么文章 在过去一个星期 习近平等七常委没有露面 究竟做何解释 一个普通的说法 或者就是说什么事也没发生 就是北京通话会在举行 这些外国的政要也可能都离境了 中共也没有什么内部会议 所以没有习近平和七常委出境的这些新闻和镜头 所以也许就一切正常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第二种可能就是网上也在传说 习近平是不是中招了 因为会见了那么多外国政要 有的场面看上去没戴口罩 比如说会见普京没有戴口罩 虽然两人没握手 但是面对面很近 会谈了4个小时 另外后来注意到2月5日 国宴 普京没有参加 另外一个巴布亚新纪联案的总理因为染疫 也没有参加 离开回国了 另外一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受到国际奥委会的限制 大概一些中央活动也没有出席 但是习近平夫妇 习近平跟彭丽媛举行了盛大的国宴 大肆的铺张 摆出一个烈士领园 或者是帝王林寝 或者是龙断头 蛇断尾 这么一个图像 最大的餐桌霸王餐 摆出来招待各国的政要以及国际组织领导人 吃饭的时候绝对不会戴口罩 致辞的时候也不会戴口罩 那么染疫的可能性也存在 既然已经有过外国政要染疫 不排除其他外国政要也有问题 所以习近平如果说因为染疫确诊为阳性 受到隔离的话 那么其他跟他接触过的人也可能受到隔离 这也可以解释说有可能七常委暂时受到隔离 没出面的原因 当然进一步想多一点 也许中共高层就出了某种问题 因为都知道现在权力斗争很激烈 在20大之前各派卡位战 中纪委赵乐际也在行动 打下去的这些政部级 副部级都在陆续的公布查处 有些是属于习派的 有些属于反习派的 陆续在进入一些司法程序 尤其在荷兰的局势引起了一些注意 荷兰的官场似乎很不安定 就在昨天 河南省的公安厅副部长高万象又落马 那就是河南省不断的又高官落马 前面是由政法委书记甘荣坤被起诉 在早之前的前任政法委书记也是落马 还有一系列的跟河南政法公安 或者是公安局长有关的人都在落马 而更重要的是 前不久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是习家军人物 习近平的亲情心腹 因为对去年的大洪水负责 人祸负责 造成众多的死伤 他被免职 终于被免职 由于河南省这些年都是被习家军所把持 省委书记刘耀生 市委书记徐立毅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习家军人物 来自于浙江 是之江新军 河南省现在官场震荡 不断有高官落马 一个结构 应该看成是对习家军在河南的权力基础的动摇 或者说对习近平在河南省的权力基础的瓦解 所以回头来说 习近平和七常委没有露面 就不排除跟高层的权力斗争相关 高层权力斗争势均力敌 说得好听就要搞成平衡 说得不好听就要谁也吃不了谁 这个时候王不见王 就跟在北京端合会上所展现的那一幕 李克强公开的跟习近平表现出分裂的迹象 如果习近平等人往前看 李克强就故意往下看 如果习近平等人往下看 他就故意往上看 或者习近平等人唱国歌 看国企 李克强就偏不向着那个方向 向着正前方 所以把两人之间的心结 或者是高层的分令 可以说昭然若结 昭适于天下 如果习常委为权力斗争斗成一团 斗得不可开交 就可以部分解释 为什么过去的这个星期只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露面 因为王岐山可能是代理露面 所以习常委就由得他们去关其门来斗 当然 说到习常委关其门来搞权力斗争 以至于不能露面 听上去是悬而又悬 不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它的复杂程度 涉及的广泛程度 还有关其门的斗争的激烈程度 远超外界的想象 如果再说的悬乎一点 说由于中国高层的内斗 其常委关其门来的内斗 以至于斗得互有损伤 需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暂时代理政务 当然 这个就更悬了 这种可能性倒是相对的比较小 其实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跟外部事件发生的事情相关 那就是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 因为现在国际技术骤然紧张 美国方面一再发出预警 所以俄罗斯集中了两线兵力 在乌克兰东部集中了十几万的兵力 而在白俄罗斯又集中了5到6万的兵力 另外也搞大规模的所谓军演 还出动了6艘军舰 直抵河海 直抵乌克兰的门户 摆出一户要在乌克兰大干一场的架势 所以美国根据各方情报 军事情报和常规情报 显示预警 说俄罗斯普京随时可能攻打乌克兰 就在北京断会期间 或者北京断会结束之日攻打 在这个时候 美国 英国 还有韩国 日本 以色列 还有欧洲部分国家 像挪威 瑞典 还有纳特维亚 都在紧急撤离 从乌克兰的侨民 就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随时可能开打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和七常委隐身是不是有一种含义 就是一旦战争开打 恐怕是世界级的 特别是面临俄罗斯跟美国交手 或者俄罗斯跟北约交手的话 那么中共能不能倖免 或者说中共会不会被牵连进去 如果说是习近平跟普京密谋了这一场战争 或者是中共跟俄罗斯有某种勾结导致了这一场战争 在美国对俄罗斯的一些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进行斩首行动的时候 是不是会波及到中共领导人 所以习近平和七常委不得不防就先隐蔽起来再说 因为战争随时可能开始 当然 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这场战争有几种可能性 对俄罗斯来说 如先排除中共的因素 俄罗斯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进行一个局部的战争 在乌克兰的东部作战 想把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属于俄罗斯族裔的这两个共和国 自治共和国从乌克兰中肢结出来 成为独立国家 或者是加入俄罗斯成为一部分 这是继2014年 俄罗斯趁乌克兰颜色革命去趁乱夺克里米亚之后 又一次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 对乌克兰国土的肢结 第二种可能就是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 要推翻乌克兰的民选政府 要推上俄罗斯的傀儡政府 就是亲俄的傀儡政府 据说普及和俄罗斯已经误释了人选 就在乌克兰内部有些以前当过一员的 当过政府阁员的 当过一些亲俄政府阁员的人 可能被扶持为傀儡政权 这是第二种目标 把乌克兰变成了俄罗斯的外围或者是亲俄国家 第三种就是全面入侵 两线作战 全面入侵乌克兰 不仅占领了乌克兰的首都 而且对乌克兰进行全境的控制 但是由于乌克兰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家 中等规模的国家 在前苏联 它属于仅次于俄罗斯的最大国家 有4000多万人口 并不是俄罗斯10多万军队就能征服的 有可能俄罗斯陷入一场战争的泥潭 只要美国和北约给乌克兰的抵抗力量 游击队或者正规军不断的提供军援和后援的话 那就足以签证俄罗斯 让他拖在泥潭中 就跟前苏联拖在阿富汗泥潭中一样 一拖就是10年 拖垮苏联 俄罗斯也有可能拖垮他自己的国力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俄罗斯跟美国交战 俄罗斯跟北约交战 那就有可能是世界大战 所以这次美国总统拜登就说了 为什么要美国人 美国的侨民从乌克兰紧急撤离 说战争一旦打响 美国不见得有时间有军力去撤出美国的侨民 因为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的恐怖主义集团或者恐怖主义组织 而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大国 就是俄罗斯 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大国 战争的级别可以达到世界大战的级别 再来看 普京和俄罗斯的图谋跟习近平和中共有没有关系 这里面也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比较轻的可能性就是中共向普京 向俄罗斯进贡 习近平暗地给普京大量的提供金钱 或者是援助 多少亿美元不得而知 签了近20项协议 中国的人也没有自行权 在这个情况下似乎是想耍一招 微微就招的一招 就让俄罗斯到乌克兰边境去搞事 摆吹覆要进攻乌克兰的样子 转移注意力 解脱了中共在冬奥会上所面临的压力 让中共顺利办完它的北京冬奥会 让西方疲于奔命 忙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事情 使中共这边脱困 等到冬奥会结束之后 普京和俄罗斯再找个理由撤军 但是他所收获的是从中国这边得到巨大的金钱和物资的援助 而习近平的收获就是让冬奥会有惊无险的度过 而中国冬奥会之后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一个个人的政绩 为他今年年底争取年任又天上一笔 召开一个什么庆功大会 表彰大会 表示成功的 胜利的举办了冬奥会 中共对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包括一些外国选手 规划的选手 或者加入中国的选手 给中共又做出了什么贡献 都算在中共头上当成一个国立的表现 当成习近平的政绩之一 去问顶他所谓的20大连任 说的中等一点 那就有可能是习近平 普京 金正恩 也就是中共 俄罗斯 北朝鲜演了一场戏 一出秀 因为这三个国家 三个独裁政权或者是半独裁政权 俄罗斯叫半独裁政权 最近都在上演威胁大戏 俄罗斯不用说全方位的出动兵力 要去入侵乌克兰 摆出入侵乌克兰的架势 北朝鲜也在不断的发射长程导弹 甚至号称发射洲际导弹 甚至号称发射所谓高超音速导弹 我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导弹 如果有的话就是中共提供的 无外乎就是让他挑衅一下美国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已 而中共方面也在不断的骚扰台湾 威胁台湾 派出军机去骚扰台湾 动辄几架次 或者是十几架次 就在冬奥会期间 中共都没有停止 三项威胁 三项骚扰 就是俄罗斯 中共和北朝鲜 想让西方事件 就让美国和欧洲疲于奔命 疲于去应付这些危机 然后就减轻这些国家各自所面临的一些压力 就包括在人权迫害 专制独裁和盗刑技师方面 所受到的国际批评 国际谴责 甚至国际制裁 说得再严重一点 或者说得最严重 那就是习近平跟普京 中共跟俄罗斯有一种合谋 有一种勾结 那就是让普京和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中共就趁这个机会去攻打台湾 因为他们双方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似乎在某些方面互相支持 互相声援 也就是说有可能独裁者习近平和半独裁者普京 不惜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来实现自己保住权位 保住独裁地位的目标 如果说他们的图谋是这样 就是当普京和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中共就去打响台海战争 去入侵台湾 就认为美国和国际联军可能是批于两线作战 有可能他们的偷袭 或者是突然进攻就可能得手 出于这个原因 那么也可以解释 或者是部分的解释 习近平和七唱会隐身的原因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隐藏起来 比如说在北京隐藏在中南河人民大会堂的地下掩体中 或者隐藏在北京郊区的玉泉山这种山体的掩体中 或者更远就躲在秦岭下面 说是地下人防攻势 很深的人防攻势 据说那里还有很多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既可以隐藏领导人 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操纵核弹等来威胁世界 威胁美国 习近平在过去一个星期没有露面 因此党媒党报有关他的消息就少了 尽管时不时还把他提到头版头条 其中有两条消息涉及他 一条就说他有一本什么讲话的单行本出版发行 说他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峰会上的一本讲话出版单行本 但是这个并没有出其之处 因为靠王沪宁的极权主义美学的操纵 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三部曲 头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 第二天就是说是重要讲话 激起了强烈反响 第三天就是说中央讲话的单行本出版发行 速度直快 是总加速式的速度 总加速式的节奏 不过这些书反映的不是习近平思想 而是王沪宁思想 所以如果出版了这么一个单行本 并不注意说明什么 但是另外一条有关习近平的新闻 却值得外界注意 那就是说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 关于军队装备试炼的鉴定规定 就是说中共军队的装备在进行试炼的时候 要有一套工作的流程 工作的模式 管理的机制 管理的制度 那表白上说是在备战 说是要应对战争 但是另一条所暗示的也就是不要把军队的装备落在政敌手上 就是习近平的对立面手上 似乎要在军委主席的规范下 军委主席负责制 由军委主席下令才能够进行相关装备的试炼 而试炼有一定的规范操作 必须层层请示汇报 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举两得 就是一方面好像是在备战 如果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中共进攻台湾 那就对中共军队装备的试炼进行一个规定 因为试炼有可能就意味着真的战争 以演习为名进行战争 进行军事动员 但是另外一个用途 另一个目的 另一重含义就是防范党内政敌 防范反习阵营 反习势力 让军队的装备不要落在他们手上 以免如果是反习阵营 发动政变的时候 使用这些装备 或者以十年为名启动这些装备 实际上是发动政变 战争会不会打起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者中共入侵台湾 对习惯了和平的人们来说难以想象 但是就像大瘟疫骤然而至 超出人们的想象一样 战争突然而至 骤然而至 也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但是大瘟疫发生之前 人们可能认为那是局部的问题 发生之后就认为可能是短期的问题 一两个月的问题 没想到大瘟疫就持续了两年多 到现在没有止息 同样 战争看上去非常不可能 但是如果有些独裁者 有些半独裁者非要反火 以一党之师获一国之力 甚至以一人之师祸害世界和平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的是先例 远到历史上各国的帝王或者国王 尽到纳粹德国的所谓元首希特勒 或者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当姆 他们都曾经这么干过 用战争来巩固自己的权位 不仅给本国带来灾难 给邻国带来灾难 最后是给整个世界带来动荡和战火 当然他们这么做 最终也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管是希特勒 多条英姬 还是撒旦姆 还有其他的战争贩子 最终都没有好结果 没有好下场 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发动新的战争 甚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不管人类付出多少代价 对这些战争贩子 这些独裁者 最终的结局还是自取灭亡 玩火者鼻自焚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也不希望它们开玩zięki 碰碊 这 Tun as qua 方舍 穿到这里 注沙